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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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国泰民安的美好心愿。 比如这件金星玻璃山子, 在临巡的山石上, 三只体太渾圆的梁, 或走或卧,姿态各异。 山脚下右边的梁, 正用前提紧紧地扒着石头, 身体前倾, 低着头准备下山。 左边的梁浮在地上, 羊手关天。 山顶上还有一只羊, 扶卧在地, 正回头张望, 给人以宁静咸和之感。 而这件清代广秀白色短三羊开态图插平心, 画面中一只小鸟站在枝头, 好像正在唱着一首清脆的歌曲。 而在草地上的三只羊中, 有两只抬头望向小鸟, 好像被小鸟动人的歌声所吸引。 还有一只黑色的山羊, 正在轻快地追赶着不远处的蝴蝶。 整幅画面, 展现出一派春光明媚, 万物滋生的美好景象。 这件清玉三羊则是一只母羊握在草地上, 回头看它的两个孩子。 两只小羊在嬉戏打闹, 表现出母慈子孝, 家庭和美的寓意。 可以说, 在中国从古到今, 从玉器、瓷器到木雕画作, 以三羊开泰为题材的文物非常丰富。 然而, 1990年, 在选1991年羊年生肖纪念碧图案的时候, 一幅四羊图被赋予了三羊开泰的寓意, 而成为生肖纪念碧上的图案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? 1990年的一天, 中国某高等艺术院校的会议室内, 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美术界、 设计界的知名人士。 众人神色十分名众。 原来, 金庄中国生肖系列纪念碧项目小组正在召开会议, 为1991年羊年生肖纪念碧图案进行第四组, 也就是最后一组的甄选。 此时工作已进入了关键阶段。 此前, 专家们已确定了三组纪念碧图案, 分别选自中国清代著名画家仁仪所绘的三羊图, 中国现代著名画家张大千、 张泽和惠的《孝道可封图》和赵绍昂的《沃阳图》等三幅名家作品。 而这第四组纪念碧图案的选择却非同一般, 因为在整套纪念碧中, 这一组将成为薄金碧的唯一采用方案, 因为它的正面将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、 国名、年号。 所以, 对这一组纪念碧的图案选择, 专家们是慎之又慎。 专家们手头的备选资料均为中国历代以洋为题材的绘画真品, 众人一时难以取舍。 有人摘下眼镜反复擦拭, 仿佛这样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。 有人低声讨论交换意见, 正当大家在进一步认真斟酌时, 一位白发老者随手将放大镜撂在一边。 旁边一位年轻人突然指着放大镜下面的图案, 惊喜地叫道, 就是他了。 专家口中的他指的就是这幅四阳图, 它纵22.5厘米, 横24.1厘米。 画中秋天野地的山坡上, 有四只山羊, 其中两只小羊正在嬉戏, 一只在用力抵脚, 另一只双蹄腾空跳跃躲闪, 旁边的一只羊大概是他们的母亲, 神情专注, 似乎在照看着自己的孩子们, 又似乎在指点着两个小家伙对抗操练。 而鲤鱼高坡上的那头公羊, 则好像是他们的父亲正注视着这场游戏, 一副威严的神态。 仔细往画面背景去看, 在山坡的大树上, 还有两只生动活泼的禽鸟。 四阳图整个画面十分简洁, 左时右虚。 作者笔墨精炼, 涉色淡雅, 将山羊的自然生活情态描绘得是栩栩如生。 画家也借此反映出人世间的家庭亲情。 那么, 您知道四阳图的作者是谁吗? 而他所画的四阳图, 有何特别之处得以在众多的以洋为题材的画作中脱颖而出呢? 相传, 南宋宁宗嘉太年间一个初春时节, 风飞蝶舞, 垂柳如烟, 都城临安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。 御前画院的大门前人声嘈杂, 围着许多气度不凡的秀才世子。 原来, 这些读书人是前来参加皇室画院考试的考生。 一会儿, 画院大门打开, 考生随考官步入考场坐定。 考官逐人发下, 试题提签, 只见提签上写着, 临终春意闹。 达卷时, 多数考生在春意二字上颇费心思, 着力描绘春暖花开的秀丽景色。 只有一位舒眉俊朗的年轻人看过题目后, 不假思索地提笔辉毫, 一气呵成。 他的画作答卷上, 横着一支翠竹, 竹枝上两支黄礼在歌唱。 一个闹字立刻跃然之上, 令人仿佛听到了秒鸣音笛的婉转之音。 这位年轻的考生, 后来在画院中晋升为代照。 他就是四阳图的作者, 南宋画家陈居忠。 陈居忠绘画风格细腻而独特, 他注重写实, 专攻人物, 走兽, 是一位擅长描绘少数民族生活情态和安玛的画家。 而四阳图就是一幅经典的情节性艺术作品, 他以精湛的艺术笔法, 生动地再现了大自然中最富有生趣的顺度。 山羊顽体好斗的天性跃然之上, 呼之欲出, 极富生活情趣。 而专家们之所以选中四阳图, 正是因为老专家的那只放大镜正巧压在四阳图之上, 镜框正好将一幅画面完整地收纳的进去。 大家惊喜地看到, 这四阳图上虽有四只山羊, 但右下角主画面中三只羊的构图却恰巧呈圆弧形, 与纪念笔的圆形形态十分吻合。 而画面上的羊许许如生, 造型生动异常, 俨然正是大家苦苦寻觅的图案, 将它们印制在纪念壁上, 可以说是恰如天成。 而这三只羊的造型, 正映了三羊开态的吉祥寓意, 专家们不由得纷纷叫好。 于是, 中国南宋画家陈居忠所画的四阳图被全票通过, 入选为纪念笔图案。 就这样, 金庄中国扬年纪念笔顺利诞生, 并于1991年1月发行面试。 羊作为温顺善良的象征, 已经深入人心, 所以不论是三羊还是四羊, 都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。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, 请您关注国宝档案官方微博微信。 好,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,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。